话说,每个国家,人们都会找出一个词来形容它,比如美国的热情,法国的浪漫,德国的严谨,说到芬兰,就比较特别了,很多人会用内向来形容它。 在这里排队是这样的,这样的,在这里,人们推崇消极的礼貌,积极的礼貌会要求你面对别人时,一定要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。 而消极的礼貌则认为,打扰别人的私人空间,进行各种不必要的聊天和行为,才是真正的不礼貌。 在芬兰,每个人的私人空间和对外空间分得很清楚,如果不到万不得已,人们不会主动来侵入你的私人空间,也许在其他国家人看来,这似乎是挺冷血的。 但他们认为这是文明的表现,将自己成为全场的焦点,或自或表扬在他们看来都是自负或自私的表现。 在芬兰,几个人在一起,完全不说话,或者是长时间的门场是完全OK的。 甚至他们认为毫无意义的哈轩都是没啥必要。 到底有多内向? 芬兰艺术家Karlene Kofman曾经画过一组漫画。 你们感受一下,简直是这家恐惧症患者的天堂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